回到眸向编辑部的《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我许珊 另外是我们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节又要回来招呼陶杰 我见他或者有些人也是 对于较早前 关于新世界 郑志刚 拜托 拜拜 好像陶杰这些 他对于崇优 生活品味 看到这件事出来 马上抽水 抽到维多利亚港 都是干堂 他怎样写呢 我们一起笑一下 他这样写 K11千亿地产品味王子退位 国际都会 正美画皮就剥离 这些是假的了 香港需要这些东西吗 不用了 什么什么的了 然后还好笑 还没说完 郑志刚下台爆炸力威猛 震撼大于董梁林郑辞职总和 哇 大佬 我都不明白 我感受不了 他明显的就是他交不了成绩 对公司虚很多钱就走啦 就是这样的嘛 一间上市公司不用向股东交代吗 全部都要的啦 这间公司不是私人公司啦 大佬啊 还有啦 他是有做出过一些成绩啊 还是怎样啦 但是 你到较蚀钱 再加上呢 你打算就接手 新世界这样的 很多时候都是的了 会出现在这些接班人手上的时候呢 就希望就做一些变革啦 一定要做一些成绩出来 要超越呢 之前的一代呢 要喂喂食鸡嘛 啊 怎么知道呢 就再加上撞正这些 疫情啊等等啦 那你说是不是全部都是他的问题呢 那又不能够这样说的 这个要公平一点这样说先 但是你说喂 没有了他 或者没有了好像 郑志刚这些这样的人物啦 有生活品味的他啦 那是不是对于 至于香港 就这么大影响呢 首先第一 也都见到 这个 黄金周啊 根据 虽然 新世界 这样 新鸿基 就说自己 十五大商场 就是什么APM也好 大埔超级城 夹夹 不同的那些 就有搞那些什么 支持盛事经济啊 嘟嘟嘟嘟嘟嘟嘟 弄些什么 红猫打卡点啊 总之呢 黄金周七日的人流 和营业硬呢 按年 增长了八个巴仙 咦 那其实都 不错啊 错啊 是啊 有增长啊 算是 叫做 可能应该是 慢慢的 那批准回来 很多那些 生意 是不是呢 看来也是啦 如果根据这些 报道所说 和那个分析啦 你说 啊 是 什么什么 郑志光 有什么品味 不品味 那些都好啊 喂 大哥 喂 这些 品味啦 是 会令到整个商场 的感觉 高档一些 那 说到底了 我最终 都是在商场买东西而已 是 你做得好些舒服些 我都走得久一点 或者走得 感觉都叫好一点啊 那我为什么 会有购物的意欲呢 那我口袋要有钱 我才会有购物 当然我不会因为 哇 这个商场很有品味啊 你过去逛街买东西啦 不会这样的嘛 那个位 通常就 有时候 有些人 拿来 约人啊 又或者 要凉下冷气啊 或者借个厕所啊 那这些功能呢 是 我个人认为 是较为常见的 你说 他那个商场 shopping 好不好呢 就是我不像 有些人 进去呢 带着他老婆 马上就跌了一堆费费费 我不是啦 我便便便便费点啦 是吧 我觉得 他那个商场 对大部份人的功用呢 就不只是 shopping啦 也有 借厕所或是吃饭或是买些东西 老实说买来买去都是最大路的 不好意思 我的生活品味距离郑志刚 真的太远了 你跟我说那天有个车场 是Franco很便宜的6G 当然会买去 或者K11或K21都过去 现在的意思是说减息是有效提升市民和游客的消费意欲 这也是 这个是对的 必然的 因为美国加息 搞到全球资金飞去美国 搞到市面流通的资金少了很多 每个人都要紧缩 因为息又加了 可能很多人都要还层楼 要供楼 加息加了 当然要其他的资金熟食 现在开始减少了 慢慢消费力便会释放出来 其实很简单 如果供楼一续 你就明白我说什么了 你见到加息之后 银行就会寄出一张新的供款单 就会告诉你 你一看一对 即是对回之前的章 即是加息前和加息后的章 你就会见到 多出来的数 就是你给你 是息 你会想想 哇 你这个息 我本来可以用来花 因为不是 是给了银行 纯粹是利息 即是你给了银行的利息 你就少了钱花 如果现在减少了息 你就觉得银行就会比较松 你先别说 你先松一片一个月 我当你就算松两千多元一个月 你到黄金周的时候 看到香港的商场有减价 有折扣 你都会手松一点 吃一餐饭 这个是真的 尤其是过去这两年 加息加得这么急 所以郑志光 某程度上 都会坏在加息周旗里面 都没办法 都成王败寇 就是这样的 我不明白 为什么那些人 为他哭苦哭忽 又什么什么 都有亲的 有什么好哭 我都不明白 我不明白 奇怪 K11个品牌是很知名的 内地都有的 都是挺漂亮的 又如何呢 最重要就是 一家上市公司就要赚钱了 你赚不到钱的就要扯 是吧 就是没得拗的 有什么勉坏 怎么这么矫情 我都不明白 我不明白 什么画皮 陶杰说到 他说了 国际都会蒸美画皮 有什么品味王子 我看回 陶杰 请问你是不是很有品味呢 他有鬼品味 看见他的样子 真是 我不知道有什么品味可言 你看他 虽然你说 在厕纸包头哪有品味 他不认 你不认 都吹他不像 我看他以前 就拍过一些广告 就是这个叫马西良堂 请问陶杰 你那个广告 很有品味吗 我又不认 有什么品味 大家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 你就应该会看到 以前的陶杰 做这些广告的时候 甚至乎地铁站 都有这些广告 挺有趣 就打个煲胎 穿上一套老西 但是背景 就是他 经常都说的 那些小龙DNA 那些古色古香的装修 就是后面 亦都有那些富贵竹 就是讲求意图的东西 还有这些酸脂 你最喜欢就是说 小龙DNA 不是那么好的东西 我不觉得你特别有品味 不好意思 你这些人生污点 应该有些风骨 才子 应该不要做这些 不要接这些 是吧 那我们见到 不少人都可能会说 是 有一部分人是会来窮友 那些窮友是挺有 嘔笑成份的 可能一家 来香港责刑 平均人均消费 就是100元 这些是个别例子 是挺好笑的 但是 我们一见到 就是一些报道所指 说商场在国庆期间 也有接到一些内地旅客的团 就说他们人均消费 就约望都有3000元 叫做人均 都不少 其实也不错 不是说个个都窮友的 窮友那些内地旅客 是占佔 我相信是极少部分 我们都听到 都见到 就会说 他们会买一些高价值的物品 例如金色 保健品 燕磨 花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那时候 我买的直播 就播到 有某位 他所直戏的 叫做黑粉 那位女士 又说他在内地做公务员 又说他有什么 有生意 听到他的对话 都是在问朋友 我快要离开香港了 想买些什么 听他说的东西内容 都是跟那些药房东西有关 或者保健品有关 单纯的听他说 那个数字 都不止100元一个人 我想 例如一个小小的行李 带回内地 始终在香港消费 我相信一些产品 仍然是对内地旅客 是有吸引力的 例如一些奢侈品 在内地也比较贵 有些人去万象城 旁边也有LV 其实在那里买是比香港贵的 是很漂亮的 但税的问题和其他 这些奢侈品 是香港仍然有优势 是否一定要有外国旅客 才可以 记住 背靠祖国 最近是内地的朋友来买的 香港是这样的 一定要不停有人能转 才有生意做 这是一个商业型的社会 开放型的社会 如果你封起了 是变成死城的 必然是需要靠世界各地 不同的人来旅行 消费 这样才对香港的经济 注入新的动力 没错 希望大家看看 如何在全方位 想想什么去推广 或者将香港的优势 再放大 千万不要太悲观 没错 有些人说得很坏 好像地底泥 金融为止 又说现在政府很差 人家倒闭 赠人家一句生意好 这些负面的表现 是没有必要的 我认为香港社会 不需要这些负面的说法 好了 我们今次暂时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